一手將示威者押在地上,再拖行,再發射塵膠紙彈 這一幕不是韓里活拍電影 而是歐美警察慣常鎮壓手無寸跌示威者所用的暴力手法 面對這麼暴力的所謂國際標準 公民黨成員曾建超似乎看不見 日前約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一起去告洋狀 在聯合國號刑公約委員會投訴香港警方濫權 有批評警隊過分使用武力對付和平示威者 七警案被告之一的曾建超明明有官司在身 建案都未審理就急不及待告洋狀 大狀晚因國質疑如果有人借助聯合國的力量 向香港法院施壓影響到法官的判決 可能構成妨礙司法公正 現在在未審先判投訴這些情況時 似乎是對香港的司法制度表示不尊重的 如果那個案件判出來 這七位警察是可以無罪釋放的 他在聯合國所作出的指控或證供 或者陳情應該被刪除 到底香港警方有沒有過分使用武力對付示威者 不妨比較一下台灣 甚至南韓警察是怎樣做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質疑 這次是有人想做show 這次劉慧卿和曾建超齊齊出去告洋狀 除了針對香港警察對付示威者的手法之外 亦同時提到香港對號營聲請的情況 其實香港近年有不少難民來申請號營聲請 只不過當中有幾多是真正的政治難民 又有幾多是經濟難民呢? 難民來到香港申請號營聲請 一堅接納就可以獲法行街址 合法短暫逗留香港 同時亦為香港衍生更多問題 例如黑工、治安、居住、環境衛生等等 之前又有逗留香港的難民表示不滿 多次要求增加援助金額 改善留港的生活質素 增加難民這個問題 絕對是香港的一個沉重包覆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和葛貝凡都質疑 香港處理號營聲請過分寬鬆 影響政治難民的資源分配 對於劉慧卿就出香港告洋狀 有建制派人士認為 港府對號營聲請的處理手法 已達到國際標準 比起很多先進國家 甚至是有國之而無不及 建理網站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